5月7日,姐妹花、庄思敏、庄思敏及资深演员胡峰等一众艺人 在尖沙嘴码头出席威迪斯号游轮起航剪载仪式 姐妹两人在甲板上尽情享受着清爽潮湿和略带淡淡海星味的海风 甜甜的笑意就如五月花朵一样美丽 今次也是两姐妹第一次登上游轮 之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游轮 也曾想带着家人一起坐游轮远航 其实我没有试过 以前小的时候看电影都会很想 很想要跟家人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轮去玩 可是从来都没有试过 对,我觉得去游轮玩的时候应该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至于将来坐游轮最想去哪个地方玩 姐姐思敏由于晕船而无法追船 妹妹思敏则笑颜到老的时候坐游轮去欧洲过退休生活 在老一点的时候会尝试去欧洲去远一点的地方 过我自己想过的退休生活 思敏的男朋友杨明早前接受访问时透露会两年内娶她 思敏表示两人年纪都不小了 所以结婚也不会是很远的事情 不会太远了 因为她都开始长大了 我也很大了 所以都不会太远了 谢谢